一天就知道吃好吃的 你看你穿上褲子也不知道提高一点 阿湘你感激回来了 是啊 二娘你没去感激吗 没有 哦 没完天你二十就要出去了 你去问你香港 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出去分吧 他联系到火了 行吧 我回家去跟他说一下 嗯 阿湘你买了什么好吃的呀 你买什么好吃的 就买了一点油 哦 吃了油卖多少钱一斤啊 这个礼拜我也去买一点 九块钱一斤我就随便买了一点 行吧 我要回家坐一会儿再来坐 我就先回去了 小嘎 你在这里扫地呀 看到了你还问呀 你去感激买了什么 没买什么 就随便买了一点 那你背着大背了呢 我还以为你买什么好吃的 一天就知道吃好吃的 你看你穿上褲子也不知道提高一点 嗯 穿上褲子你都说的 真的是 穿颗皮带谁说你啊 哪里的 也知道了 没有了 整颗布袋刷上了 这什么年度啦 没看到有谁在外面布袋系褲子啊 都惨了 吃了惨也不去买颗皮带寄账 现在皮带要不能多少钱 哦 对了 刚才二男叫我过来跟你说 二叔他过来就要出去上班了 问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出去 为什么要这么多年钱啊 没几个月就要过来啦 还出去上班了呢 明年再出去啊 出去多少能追一点啊 现在快要接近年尾了 半久的亲戚朋友也越来越多 那时候干什么不用钱呀 我说不去就不去啦 你不要在这里烧了嘛 但是玩你要用钱啊 我去想办法去烧吧 你能想什么办法啊 看来指望你啊 肯定是指望不上的 哦 对了 阿翔 和你妈打电话给我说 就你去他带来给你看 因为是有什么事吧 去干嘛 他们跟你说什么事吗 他们也跟我说什么事 因为你过去的时候 你来点心理都给你妈 那你又已经打好了 行嘛 小感 我走了 你怎么打这么一大方理啊 我想啦 你妈一分都给你关掉 多早一点 拿到这里啊 这个挺重的 要不你帮忙我背到车上去吧 哎呀 你自己背去就行了嘛 这样子还挺累的 再多了 孩子还在房间里面睡着的 到时候要醒来哭怎么办 那行吧 我先走了啊 嗯 你自己立刻背安全啊 嗯